开平餐饮学校的学生来到102岁杨爷爷的家中 帮爷爷提前快乐过圣诞节 他们亲自料理了爷爷想吃的火锅大餐 还有三道料理 全部都特别设计成卵 烂 少油盐 符合爷爷清淡的饮食习惯 这个活动我们一开始也是想说 因为杨爷爷他可能比较 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大家一起吃火锅 一起吃团圆饭这样子 所以就是用我们这些学生还有志工 然后就是代替这些人数 一起跟杨爷爷来个聚餐 我们的菜单有火锅 就是这个部分是杨爷爷 就是特地已经指明他想要围炉 然后还有葱烧豆腐跟树子蒸鱼 家里充满欢乐的圣诞氛围布置 大家也都带着可爱的装饰 陪杨爷爷一起做酱饼圣诞树 每个人都好开心 一年多来双合志工站成员定期到宅 关心经济拮据年岁又大的杨爷爷 长期独自面对孤己的爷爷 家里有了志工陪伴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我们就是说对于长辈们的需求 比较会直接 没有经过好像很多关卡这样子 我们只要带这样的社工去访安 访完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服务 需要看看长辈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再来做这个服务的工作 现在双合地区目前有六十几位的长辈需要关心 而服务的志工只有二十二位 一比三的人力相当吃紧 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也呼吁 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加入道府关怀的志工行列 一起关心引发长辈 周家新闻朱凤志黄军委综合报导 再次了解 Joyal 如果现在我们看我 我们要联合牢 我们要联合这个 我现在去以后 我们要联合这个 那些伉伸 如果我们下午